大家好,我是銀貞律師 今天我要來扮演真真居士的角色 來為大家summit 哈哈哈哈 不是啦,是因為助理為了今天的特別節目 特別裝置了後面這個 看起來有點像summit 不過還是要祝大家新年快樂 祝事順利,平安吉祥 今天我們要來錄的是銀貞律師的頻道 突破一萬人訂閱 真的很開心在這段期間 有這麼多人的鼓勵和支持 其實不瞞大家說 我本來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真的有一度考慮想要把頻道收掉 因為那時候好像訂閱還不到五千人的樣子 可是不知道後來就 因緣機會就很多人就開始訂閱我的頻道 那真的給我很大的鼓勵 那一生律師也希望在接下來的一年 可以提供更多優質的節目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今天我們就準備來回答網友 所問的25個題目 第一題是律師是目前正在職業的律師嗎? 是啊 那當初為什麼會想當律師呢? 因為就考上了 所以就當律師了 那律師的學歷是? 我是念圓林國小 圓林國中 圓林高中 跟理科太太不一樣 因為她都是念維格的 哈哈 那我大學呢是念輔仁大學 研究所是念東武大學 冥商法族的研究所 那律師平常的生活作息是怎麼樣? 總規矩就是很忙 忙到不可開交 然後每天都是在兵荒馬亂的情況下過生活 那律師現在是單身嗎? 是的 那可以問律師都是怎麼保養自己的嗎? 我保養的話 我覺得最大的秘訣應該就是天生利職吧 那律師的衣櫥是有多大? 每次看到你的服裝都好像沒有重複耶 我的衣櫥其實有三個 可是衣服還是不夠穿 我真的很希望有衣服的廠商可以來業配我 拜託 那律師是怎麼應援機會下 怎樣成立頻道? 嗯 其實我自己本身就真的很喜歡看YouTube的節目 那尤其像是很多知識型的頻道 譬如說像是阿滴英文啊 還是種心人 都是我很喜歡看的頻道 喔還有理科太太 對 那因為以前在看這類的頻道的時候 就會覺得 欸為什麼沒有法律的相關這樣子的節目 那我就想說 欸別人沒有人要拍 那我就來拍好了 嗯 其實像我們平常在外面有時候會接收一些民眾的諮詢 其實很多對念過法律的人來說 根本就是大家都應該要知道的常識 可是你卻發現民眾連這樣子的常識都沒有 他們可能會因此呢 而喪失了很多他們本來可以爭取的權益 除了說我們可以從正規的 可能是公民教育課啊 這樣子的課程來彌補以外 那如果說是針對現在已經成年人 他們沒有其他的管道可以去接觸這樣子的知識的時候 那也許我們能力範圍內呢 輕一點行李去幫忙他們 那這也是我當初成立這個頻道最大的初衷吧 那剛才講到的這些YouTuber 有哪一些是想要合作的嗎 其實我都想跟他們合作耶 尤其因為我真的很愛看阿翰還有浩浩浩的節目 如果有機會可以讓我在他們的節目中嘎一腳的話 可以讓我有這個榮幸嗎 那律師的頻道是自己出錢做的嗎 嗯目前是百分百自己出錢 律師平常是怎麼兼顧工作跟影片的 那從我頻道開始營運以來我幾乎沒有個人的生活可演 整天不是在處理工作上的事情 那就是在想著要怎麼拍片在處理拍片的事情 所以呢現在我們頻道除了我自己一個人以外 那我還有一位助理在幫我的忙 那已經忙到完全沒有時間再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所以我每次看到別人的頻道啊 人力非常充足 有好幾人可以幫忙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都非常非常的羨慕 希望我們頻道也可以早日到達那樣子的程度 那平常是怎麼找靈感 我覺得靈感真的很多耶 因為生活大小事情無一不跟法律有關聯 那尤其我們平常看的新聞啊 或者是身邊親朋好友手發上一些糾紛 事實都脫離不了法律的範圍 所以這個要講的話真的是講不完 之後還會想要拍哪些類型的影片 應該想做烹飪有關的節目吧 因為其實我還蠻愛下廚的 或者是如果說有嘗試當美妝 當美妝YouTuber 是幾種心虛 那10萬訂閱的話有沒有想要辦抽獎的活動 我覺得抽獎有點沒那麼熱鬧 我覺得可以來發發雞牌 十萬發雞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 有興趣的話就下面發我留言 那律師第一次開庭的心情是怎麼樣 應該就是緊張緊張再緊張吧 開庭前兩三天就開始緊張 那就開始一直在看相關的資料 那在法庭上有遇過什麼特殊的案子嗎 其實真的很多 不見得說是大家所謂的恐龍法官還是怎樣 可是我去的案例是真的非常的多 我有一度想要從事編劇的工作 因為我覺得這些案例都非常的適合拿來拍成電影還是電視 那八點檔 對真的真的 是現實社會 現實的生活 遠比八點檔還要精彩 如果以後有機會的話再跟大家慢慢分享 那你覺得律師有善良或者是邪惡氣氛嗎 我覺得律師這個行業就跟社會上一般的行業一樣 一個行業裡面一定會有好人一定會有壞人 當然不可諱言的會有一些可能比較品性不好的律師 那可能大家就是要睜大眼睛去找適合自己的律師 那律師呢 要媚著良心在法庭上隱瞞或者是說謊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社會上絕大多數的人 對律師一種錯誤的看法 現實情況並不是這樣子的 如果說律師有故意叫說當事人去講不實在的話 去說謊 或者是律師自己本身就在說謊的話 可能會被送律師懲戒以外 那甚至還有刑事的叫說違證滅證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他不是開玩笑的 不是大家以為律師愛怎麼講就怎麼講 把黑的講成白的都可以 律師在做的都是說根據當事人他們所陳述的事實 那來幫他們找出法律上最適合他們解決的方式 而不是去扭曲這個事實把沒有的東西變成有 還是有的東西變成沒有 並不是這樣子的 是社會上一般人的誤解啦 其實律師真的不是那麼黑心的 好嗎 那律師都很怕法官嗎 應該不是說律師很怕法官 而是我們開庭的時候 我們是被負責當事人的很多期待 而且我們要盡力爭取當事人的權益 你知道法庭是個比較嚴肅的地方嘛 所以當然第一個心理上的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第二個我們要極力爭取當事人的權益 身上的責任又更重了 所以我們會對法官是抱持的比較尊敬這樣子的心態 那律師會不會想要挺身去從政呢 我覺得應該是很困難 但是太忙了 從政的話可以繼續當youtuber嗎 誒瓜幾下有繼續當youtuber嗎 他還是有在拍啊 哦那我可能考慮看看 為什麼法律是保護懂法律的人 而不是需要被保護的人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很多民眾錯誤的刻板印象 法律他當然不會分你是不是懂法律 而對你的保護有所不一樣 可是呢 你要讓法律去保護你的前提是 你必須要知道你自己的權益在哪裡 你才能夠去運用這個法律 讓他來保護你 所以這也是我為什麼想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 因為其實真的太多太多的民眾 他們完全不了解自己的權益到底有哪一些 那很可能被人家講兩三句話就胡過去了 所以如果說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權益在哪裡的話 那當然是比較容易受到保護的 所以要多看律師說真話的影片 沒錯 要學習法律知識 真的 就是可以分享一下律師準備國家考試的方法 其實國家考試離我已經太遠了 可是應該要說啦 就是一直念書念書念到一組數字 譬如說184 你就想到米法184條 那如果說你看到身邊的各種人事物 你馬上就會套入8條去分析它的話 你真的就離通過考試那一步已經不遠了 好那有些人就是對法律系有興趣 對這些同學講一些話 我的誠摯的建議就是 如果你對法律沒有興趣的話 那就趕快轉系吧 哈哈哈哈 因為真的會很辛苦 哈哈哈哈 怎麼樣可以當法官 這個問題應該去問法官吧 為什麼還來問我 哈哈哈 如果有法官願意接受我們的採訪的話 我會很樂意幫大家問這個問題 好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啦 希望我們可以趕快到達10萬訂閱 讓大家可以吃到我發的雞排 如果說大家有其他問題的話 還是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有機會的話也可以回覆大家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啦 我是銀貞律師 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按讚分享 以及訂閱律師說真話的YouTube頻道喔 我們下禮拜見 掰掰